耶稣 佛陀在世的时候 以及古时候的沉传 都会讲得很清楚 很明白 归是回归 所以我们俗话叫回头 从哪里回头要知道 要从错误回头 依靠什么呢 要依靠正确的 这是皈依的意义 纯正 佛为我们说了三条 称之为三报 我们这个世间人 对于真宝非常重视 所以佛用这个做比喻 世间人有了宝物 他就有了财富 宝会带给你财富 财富呢 能给你一生很富裕的生活 所以佛把这三种事情 比喻做宝 这三种事情真的是宝 因为我们要依照 这个佛的教诲 追寻 这三种事情来修学 佛能够得到不缺乏 佛不舍丰足 佛只舍不缺乏 为什么呢 这个风俗容易长贪心 这个长贪心呢 那就错误了 所以说不缺 你的生活上 样样都不缺乏 这个就好啊